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所以有听众朋友就偷偷的写信来问说 萨提尔有查网路很有名 他们就会查到冰山 但是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好好的讲一次 因为很多人觉得很有兴趣 而且听众朋友会觉得说 怎么好像很多的老师们、来宾们都讲的 好像这应该是大家都要知道的事情 我就想说,对,我们有这个机会 应该要请到我们萨提尔的沟通大师、名师 今天就特别请到李崇益、李老师 你好 阿慧医师,你好,我是李崇益 是,然后李老师现在有一个机构 长耳吐心灵维度 这个机构就是在做萨提尔的教学 其实也不全然 就是包含心理学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一些教育的一些课程 是,那所以今天我们同事 另外一位,这是长耳吐心灵维度 朱芳怡,芳怡经理 是,阿慧医师好,大家好 两位,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著作 这是两位合著的内在黑洞 你知道我拿到书的时候想说是内在黑洞 还是黑洞内在 还好不是黑内洞在 也可以哦,就是我们内在有黑洞 可是老师会带我们看到黑洞的内在 洞里面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编白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先请两位来跟我们大家谈一下 你们为什么会致力于 或者说为什么会受到萨提尔理论的吸引 可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萨提尔这个人 还有他的概念的核心的重点好不好 OK,可以啊 谢谢邓医师 其实因为我在那个台湾推广萨提尔模式 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之一 还是因为我大哥的关系嘛 我大哥李重建 他在台湾应该推广一段时间了 那跟这个邓医师 邓医师可能也是应该有听过这个前辈们 在推这个萨提尔模式 那萨提尔女士呢 他简单来说 他是20世纪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家族治疗大师 一个先驱 那比较多人会知道他的一些这个概念 或者是工具 就包含最知名的就是冰山的理论 那当然了 他还有很多的工具 好比说这个冥想也是啦 或者是说这个自我环啊 这个家庭图啊 等等等等的很多 那冰山来说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那我是因为我大哥重建的关系 我之前一直都在资讯产业工作 那做了大概二十几年 二十来年吧 我在上一本书 这个冰山对话有提到 就是当时因为这个中年了嘛 好像攀登到了一个山的平原期了 那不知道该做什么 所以我引述那个David Brooks的一本书叫第二座山 我不知道各位如果到临到中年会不会有这种困境 就是好像动力没了 不知道能做什么 那当时当然我大哥在台湾推这个撒提尔模式 已经推了一段时间 他就邀请我回来台湾跟他一起做 那我一开始是挺抗拒的 所以你本来不在台湾 我本来在戏谷对 所以那个时候比较抗拒的是第一个 那个 你在那边高薪工作好好的要 为什么要回来退广 阿威医师应该知道嘛 心理学不太赚钱嘛 因为我们是世俗的眼光 跟你本来的工作是差很多 看到你这个是美国戏谷 资讯软体公司 而且你是总裁 然后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副总裁 居然哥哥有办法把你叫回来 我也觉得非常的特别 那我以前就说这个 因为家庭的关系 我们很疏离嘛 过去啦 因为我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 那家里的这个气氛不是太好 也就是爸爸通常都是比较多的 我们讲那个就是超理智的姿态 就很喜欢讲道理大道理 那哥哥呢 我大哥重建跟我差大概五岁 所以他在家里头都是用指责的比较多 那你越是这么做 我越是觉得好像回家很没意思 但人很奇怪 就跟父母跟这个兄弟姐妹之间 还是很多情感的连结 好想要靠近他们 就是你越靠近 然后越觉得待不了 这个多长时间 几个小时你就想要离开 那所以我大哥在跟我邀请的时候 那时候他已经在台湾已经做 萨迪尔摩斯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吧 他跟我邀请的时候 我一直是门外汉嘛 我这样往这个领域看 第一个我不熟 所以当然有很多的抗拒 最大的抗拒 第一个就是经济上面的议题 我干嘛要去做这个不会赚钱的工作 第二个就是 我大哥跟我过去的这个感情 就是知道很相爱 但是又很熟悉 又很害怕 所以他越是这样邀请我 越是有一种防卫感 所以我当时就很 很委婉的就拒绝他 一开始的时候 那是因为我父亲后来 在我43岁那一年过世了 那正好有个机会 重建邀请我去听他的演讲 那当下我就有好多的触动和启发 是因为这样子我才一脚 我才决定了 我后来回美国之后 我就是想了一段时间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们回台湾去试衡看吧 你可以记得那场演讲 有哪一两个触动你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这一段的过程呢 我写在我上一本书 冰山对话里头 那有一个小片段就是 重建在跟大家做演讲之后 尤其是那个家长们 就有一个家长问这个重建说 他的孩子已经好几个礼拜 不去学校上学 这是拒学 这是很多现在的父母 会面临到的问题 孩子拒学 那当时我在听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心里想 要回答这样比较简单 哪需要李重建回应 我回应他就可以 我心里面想着 就叫他 就跟他说那个 不用理会功课 你就尽可能吸引他 还有学校还有其他的功课 就是因为他说他的数学成绩不好 所以孩子不愿意回学校 那我心里面想着就是 还有英文 还有国文 甚至还有同学 就没想到那个妈妈的 这个回应就是说 就是当然重建有 给他很多的好奇 那个妈妈的回应就是说 他试过了好多的方法 都没办法做到 那这个孩子不愿意去学校上学 让妈妈最大的一个内在的感受是 很多的自责感 因为有这个自责感 所以跟孩子在谈话的时候 没有办法很好地去靠近 所以当重建在跟他探寻的时候 说怎么会有自责感呢 你是一个看中过程 还是看中结果的人 妈妈说我是看中过程啊 所以孩子结果考得怎么样 我都不在乎 我只要让他回学校就好 所以在这儿 重建把这个话锋一转 如果你是一个看中过程的人 那你怎么看待一个从小到大 栽培一个孩子这么健心 这么努力 为了孩子还辞去工作的一个妈妈呢 如果你是看中过程的 那这个妈妈 她能够做得不好吗 她能够失败吗 失败的时候 怎么会需要不断地自我苛责呢 这个就是自责感的来由 那听到这里妈妈就痛哭流涕 所以重建在这里 问了一个灵魂的考问就是 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 能够靠近一个人的 那么她可以失败吗 她可以做得不好吗 我听到这里 我就突然起鸡皮疙瘩 有个好大的震撼 原来我这么想要离开 美国的这个工作岗位 我跨不出去的那一步就是 我好像不能做不好 我不能允许自己失败 我不能够挫败 这个就是我跟我自己的关系 有了一个卡关 原来一切都是我 不是别人 所以当我回到美国以后 我不断地在想这个问题 那么我如果是能够跟我自己 最靠近的人是我自己的话 我怎么不能允许我自己呢 我怎么不能接纳我自己呢 这很吊诡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我们来失败看看好了 我要来做一个 能够跟自己最靠近的人 这个是为什么 我后来从美国回来到台湾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刚刚这一段 真的打动很多人 那回来之后 你就从原本没有做 或没有接触这方面 然后到现在变成是一个 沙提尔的讲师 投入很多嘛 就是上课啦 念读书啦 然后就是观摩啦 就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吧 因为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 当然就邀请到好多的老师来上课啦 包含当然是 沙提尔的前辈们 对 因为这样耳濡目染 然后再加上 比较多的现场 有很多的这个学员 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 我才明白说 原来过去我们都是急着 看到一个人有问题 遇到了困难 我就急着要跳下去救他 可是没想到 我跳下去救他 我自己救不了他 反而我自己 自己惹的这个一身心 很困难 所以我们在谈 我在这个新的这本书 跟这个方益合作的这本 《内在黑洞》里面谈到 菩萨 很多人就说 我们要当活佛菩萨 菩萨这两个字 一开始不是要你去急着救人的 菩萨这两个字是菩提萨多梵文这四个字的缩写 菩提萨多就是 菩提就是明心正道开悟 萨多就是有情众生 那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菩萨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 觉知有情众生 觉有情 他是叫你能够先觉知自己的 不是叫你直接跳下去救人的 所以你不觉知的话 你可能自己的装备啊 自己的这个能力不足 你都不知道 你就愤不顾身的就下去 河里面救人 那当然有可能救不了人 你自己也跑不起来 是 是 非常谢谢崇玉老师分享这个自己的历程 非常动人的历程 那芳怡你的历程又是什么 然后在谈你的历程的时候 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像萨提尔的方式 像刚才讲的那段对话 我们就很难感受到那个核心 对不对 那对你而言又是怎么样的接触 我在进长尔兔工作之前 其实我在一家医学中心工作了十几年 你的背景是 我不是护理师 但是我是在医疗单位里面当行政 所以我看到医师我就觉得很亲切 就是我会直接接触医师跟病人 然后在那个 就是在那种生死的面前 大家都很如实 那我就看到很多真实的一面 比如说 我以前就很喜欢观察人 我很想知道有没有一个快乐的原则 那我们都会觉得 医师其实就是功成名就 应该会很快乐 可是在我的观察里面有一些 当然有些是 有一些并不是 那我说不是搞不好比较多 我不好意思说 你应该同意吧 对有一些啦 那我就会想 你们已经这么成功了 怎么还是不开心呢 然后病人在我们来看 有些已经 他已经知道自己生命快到末期了 但是我看到还是很乐观 还是可以跟我讲笑话 那我就觉得 快乐原来是我抓不到他的规则 那在我当妈妈之后 我觉得小孩一定要让我教的会快乐 我觉得会快乐是他必须要有的 我要教他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快乐啊 请问你是注重过程还是说过程吗 说实话我两个都重视 对 然后之后也遇到我跟我女儿沟通的问题 所以才很想来学习 其实我很谢谢这些 这些医生啊 就是其实他们让我看到 就是我们以前一直在追求 我功成名就 就觉得那样子应该就会很开心啦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实的一面 让我知道说快乐是需要去找寻的 当然进了萨提尔这个领域之后呢 一开始的学习会让我想要成为某一个人 就是我会想要比如说把一个老师当成模范 比如我要跟随某一个老师的样子 但我越学习越来之后 像我现在我就会很喜欢我自己原本的样子 我就会发现其实那个原本的我是很棒的 而不是我又要添加什么添加什么 那我可以为孩子做的就是 怎么去示范 当一个闪亮的妈妈 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遇到人生的困境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是我来示范这个东西 而不是我要把他们塑造成什么样子 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棒 很多人都说对于有困境的人 那接触到萨提尔女士的这些理论跟做法的时候 都会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深层的支持跟陪伴 而且他不是 他几乎不是说要借由外力来扭曲 或者说把你在凹成什么样的状态 这种深层的让人回到跟自己内在的自我最深层接触 他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方法跟概念 那其实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很快速的 就是有这个感受 因为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巧妙的是 他是用十个可以说十个主题 然后你们把它称为十种黑洞 那这十种黑洞里面就像是书信往返这样子 那我觉得那个信会让很多人都觉得 这好像是我想要写的信这样子 这是怎么样 你们怎么样就是讨论跟定出来的架构 那这本书想要献给什么样的读者 一开始因为方怡跟我共识好几年 所以我们私底下都会有好多的交流互动 所以在我去年出完第一本书之后 我也在构思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写 但我还没有整理出应该要写的这个方向 那正好方怡那个时候有几次有跟我一些谈话 那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有提到这个比较深层的这个困顿 那我们把它简称叫黑洞好了 因为你大家知道黑洞是一个就是所有的物质时间跟甚至光 它都没有办法存在都被吸进去的一种状态 那人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就会很无力 不知道怎么出来没有力量 那所以当时我跟方怡就说 我们能不能够和写一本书看看 那这个书的形式其实我还不知道怎么做 要不然你就跟以前一样问我问题 我来回你问题好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收集一些不一样的题型 然后把它汇整成是一本书的样子 当时我是这样跟方怡提的 对其实那时候要来常有图上班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老师就在身边 你就可以问问题 对我有问题直接问这样子就很方便 所以这个也等于是其实是我们平常互动的 然后把它写在书信上 那这本书你们为大家提出了哪些问题呢 我们提出了比如说最近快要过年了 一些节庆的问题 然后也有跟原生家庭父母的问题 亲子关系 然后还有夫妻伴侣的关系 然后小朋友沉迷3C的问题 我觉得都是我在工作坊现场看到 大家会比较很常问的 对而且他们会为了这个问题重复的进来学习 跟原生父母的问题 萨提尔提供了什么样的解方呢 那个邓医师前几天 我有听那个邓医师跟吴若全老师的一个放谈 那正好 我们被提醒时间到了 是我们要先停下来休息一下 我来请教两位老师 跟原生父母的问题 就是书里面这个应该可能像在孝顺 或者还有像关系压力 都有这个和解都有提到 那跟原生父母的心结问题痛苦 萨提尔提供了什么样的解方 前几天我听到那个邓医师 跟吴若全老师的一个访谈 那你其实里面有提到原谅嘛 对吗 那很多人就是 其实在课堂上也会问类似的问题 但你要看这个问题的本身 他的背后 他怎么会提这个问题呢 如果一个人他完全不care 或者是根本不受这个影响 他根本连提都不会提 当他提到 我想我要不要原谅我的父母亲的时候 其实他脑袋里面 其实已经有一个思路了 他是想要往和解 往原谅的方向去走 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太痛苦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背后 但是我们口头上告诉人家说 你要原谅父母 你要这个放掉过去的这些仇恨 这样子的话语 一般人都知道 但是做不到 对他进不到体验去 所以萨提尔模式里面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 就是让你能够进到体验里头去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会提问说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呢 好比说 我记得邓医师在上一次的访谈里面也提到 有的人他是不知不觉的 我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被这个影响 可是我也没有这么的大的觉察 说我是因为父母亲的关系 那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学员 有一次他就来上工作坊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说他隐隐约约觉得内在有一个东西过不去 我就问他什么事情 他说他几年前他的父亲要离开之前 他们兄弟姐妹一起商量 他是家里头的老大 所以这个弟弟妹妹们都叫他签 那个放弃急救同一书 那他当时很纠结很挣扎 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在病床上 已经这个没有什么意识了 那躺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后来就决定要签这个放弃急救同一书 签完之后呢 这个父亲后来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嘛 在后来的这几年 他自己心里面一直觉得好像有个砍 他自己去找了这个智商心理师去误谈了 然后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帮助 他又去上了很多的课 身心灵的课都上 他去找一个这个 一个身心灵的一个很致命的老师 那那个老师就直接跟他说 爸爸已经走了 你要放下 你要能够放下就好了 那他就这样告诉他 可是他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放下 当时是我签的字 我不知道怎么放下 所以他第二次 他又去找了另外一位老师去上课 那个老师是跟他说 你要记得多一点对爸爸感恩就好了 你要感恩爸爸过去对我们的付出 他说 你告诉我感恩其实我也知道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你知道 我们在这里如果是直接给一个答案 给一个方向的话 给一个建议 对他而言好像帮助都不大 当时我就问他 你在签那个放弃基础同意书的时候 你的内在有什么感觉 我说的内在感觉不是你的看法 是你的内在的感受是什么 他说第一个当然感觉到很悲伤 我说还有别的感觉吗 他想了一下 感觉到生气 我说好啊 你有生气 这个生气是对谁 他说对自己啊 我说对自己生什么气 他说 我怎么可以这样签了这个放弃基础同意书 让我爸爸离开 我说对自己生气 那还有对谁生气吗 他这里愣了一下 他说我爸爸 我说你怎么对爸爸生气 他在这里被我点名了情绪之后 他就开始爆累 他说因为我爸爸过去都是打我妈妈 打我们小孩子长大的 他从来他常常就醉了酒 回家就打我们 他走的那一刻 他都没有跟我说对不起 他就这样走了 而是我放他走的 怎么是我放他走的 所以你看他内在有多少的愤怒 是对自己跟对爸爸 我们一直在说 我在这个书里面提到 那个知音有约这部电影 这个知音有约 汤姆汉克斯他演的 他在这个戏里面说 你知道原谅是什么吗 原谅就是一个人在愤怒的情绪当中 没有办法解脱 也就是说 一个人假设要先谈原谅之前 你要先让他的愤怒能够舒缓 当愤怒生气能够发泄完以后 他的孤单悲伤就会上来 当这些孤单感悲伤上来走完一遍以后 他才有可能慢慢慢慢的跟自己和解 那个邓医师跟吴若全老师谈到的 其实大部分的和解都是跟自己的 也就是我们只有把情绪能够疏通完以后 才有机会跟自己好好的靠近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谈 是不是要跟爸爸和解 我们再来谈 否则我们还距离太遥远 欢迎你的经验 我听完其实上次在老师家 我听完这个故事 我就跟老师说 我为了避免我的儿女有这种烦恼 我自己先签了 然后只是我签了之后 后来我想想 那我的儿女会不会觉得 妈妈这个事怎么都不跟我商量 可能有这种愤怒 对 所以后来我有一个感觉是 其实父母怎么做都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其实在萨提尔模式里面也会告诉我们 你的每一个选择 其实也会有很多选择 但是我们误以为我们没有选择 但是他说我们要给自己三种选择才是自由的 所以每一个困难的背后 就替自己找出三条路 这样你才有那个自由的 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跟父母的和解的这个关系 我也可以跟父母有 萨提尔模式里面有提到应对姿态 就是有打岔 讨好 超理智跟指责 那其实这四个姿态虽然听起来不是很OK 他可能是一种比较偏重于某一方的状态 可是其实他还是有好处的 如果我现在真的还不想走向和解之路 其实我可以选择打岔 但是我要明白我自己选的 我为什么会选这样 可能我跟原生家庭之间关系是比较疏离的 但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那我有打算要去哪一个方向 这是我自己对原生家庭这一块的和解 而且老师说 其实在提这个议题的时候 老师一直说 其实要不要和解是一个假议题 然后有很多事情是假议题 对不对老师 是 因为如果是真的议题 我就不会提出来了 要不要这是一个假的 真正的要问的是 我想和解 但是我做不到 我有好多的痛苦 刚刚说到选择 说自由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像 邓医师应该知道 Victor Franco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待这么久 他到出集中营的时候 他突然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慨 就是 其实你看我们人是被禁锢在那个集中营里头 可是他的内在慢慢能够呈现一种自由的状态 现在很奇怪的 掉过的是 我们很多人没有被集中在 没有被困在集中营 可是我们却内在不自由 真的 所以外在的任何的这个囚禁 它其实已经不是让你不自由的一个方式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选择 爸爸叫我要孝顺他 每个月要拿多少钱给他 我不自由啊 那个都是外在的 但我们内在能不能够先解放自己 让自己能够体验到这个自由 自由也是萨蒂尔摩斯在冰山架构里面的一个渴望之一 所以我们谈的都是一个内在的 当我能够连结这样的自己以后 我怎么做都可以 但关键就是 怎么做的时候 通常都是我要能够为我自己负责 而不是自我苛责 所以我们要的是自我负责 而不是自我苛责 不要自我苛责 透过刚才的例子 我想大家可以试着去想象 虽然还是要很用力的去想象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文化里面 很多人都缺乏这个经验 那自我负责 要怎么样才有到自我负责 这其实说 简单也蛮简单的 老实说 我们这样看好了 就是每一个人 他跟自己够不够靠近 我能不能够知道 我自己现在是什么状态 所以我常常会举个例子 我问很多人 假设那个在收音机前面的 这个听众朋友 我现在直接问你一句话 你在收音机前面回答我就好 我问你 How are you today? 我告诉你 95%以上的人都会回应我 I'm fine 可是 Are you really fine? Are you really okay? 你是真的是惊艳了自己 你才回应我这个问题的 还是其实你都是头脑制约的反应 因为以前国中老师就这样教我们 我没有别的词句了 我就只能这样回应 不会别句 所以其实我们都在这个惯性当中 我们不自觉 那你要能够自我负责的第一步 就是认识自己 我怎么了 也就是我在每一个当下 今天是不是我今天开车来这个录音的时候 路上塞车了 我的内在是不是很急躁 我是不是很焦虑 我能够第一个优先知道吗 然后我能够连结这个急躁感跟焦虑感吗 这都是我啊 这不是别人 不是邓医师 也不是方译 我能够为我的急躁感跟这个焦虑感 而产生一种连结 接纳吗 如果我连我自己都不接纳 我怎么为我自己负责 更不用说我要去 我要去连结别人 因为我自己我都不认识 所以这个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 但很多人 因为长期这个社会太过快速了 没有办法去连结自己 常常就是在 在一种自动化的这种行为当中去运作 所以有一个科学家曾经这样做过研究 就是人到了35岁之后 大概95%的动作 都是处于自动导航 35岁以后 你只剩下5%的原创的 你去想想看就好了 如果你今天在收音机前面 你是超过35岁的听众 你想一下 你如果会开车的 一开始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叮筋 打方向灯啊 打入档啊 打刹车啊 每一步你都很叮筋 你都很有觉知 可是你开车 你是老司机的 开车司机20年了 你还会这么叮筋吗 不会 因为我们太习惯了 没有觉知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觉知多一点拉回来 才不至于我们像是形式走肉一样 那就很可惜 所以刚刚您提到 如果大家开始有这样子的习惯 如果慢慢去建立这样的习惯 然后觉知自己的状态 跟自己的感受在一起 那如果这个感受其实是一种 感受到自己的 例如说无助啦 或是懊恼啦 种种的东西 那接下来如何可以 你刚刚说的 如何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就是说有人可能停到 停在这里 然后就觉得说 OK那我就是知道 我就知道我很不开心嘛 我就知道我遭受了压力 我就知道 别人对我的期望很高 我一直都这样期望自己 我从来没有肯定自己 然后很多人就会问说 这样不够吧 还是这样就够了 下一步是什么 先觉知自己的冲击是什么 所以我在书里面有提 上一本书跟这本书 我都有提到一个简单的步骤 叫做这个SAGE 就是第一个就是看见情绪 我是不是知道 我刚刚在堵车的时候 我的情绪是很急躁的 第一个看见他 第二个就是承认他 用大脑的这个思维 去引导我们的感官 我去承认我有这个情绪 第三个就是允许他 允许让他发生 因为他是我的 他是为我服务的 所以第一个是see it 第二个是acknowledge it 第三个是granted 就是允许他存在 第四个就是embrace it 拥抱他接纳他 我去接纳这样的自己 你去试试看看 因为我在工作坊里面 操作很多次 当我这样靠近自己以后 我就开始情绪有一个出口 他就泄掉了 他就跟河流一样 河流往上游往下游走 他是自然的来自然的走 他是为我们服务的 所以当我能够慢慢的平稳 连结了以后 我这个时候再来谈应对 应对的时候 当然有一些步骤方法了 我们谈到一致性的应对 是比较能够跟其他人连结的一种应对方式 那这个一致性的应对很简单 我在书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三个点就可以达成了 第一个就是在乎情境 第二个就是能够表达自我 第三个就是灌照他人 在乎表达灌照 在表观 记住这三个字就行了 只要能够我是能够在乎 这个我们的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利益的 也能够在乎我自己表达我自己 也能够时时刻刻的去观照对方 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去 一致性的去表达 也就比较好的能够跟人家连结 那这里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意外 意外就是当我一致的表达以后 我们在书里面也有提 因为这个是很常学员会问的问题 老师有啊 我在家里有一致啊 我跟我老公说叫他去上课啊 我很一致的表达了 他就不要 他就跟我说 你自己去伤就好了 我再不要伤 这个一致指的是 你表达的跟你 你所知道的整个情境 你自己的感受是一致的 不是跟他人一致吗 对不对 一致指的是 第一个是内外一致 你就是说对 我自己假设我是生气的 我能够允许自己生气吗 同时我在表达的时候 我也可以表达我的生气的感受吗 这个是表达 当然了 你这么表达 很有可能变成一种情绪勒索 比如说 邓医师都是你了 害我这么生气 你如果纯粹只表达情绪的话 这是一种情绪勒索 因为你要让人家有罪恶感 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 第一个就是观照 第一个就是在乎情境 好比说 这个 我假设要跟邓医师表达 邓医师 其实我很在乎我们的这个关系 我们的感情 那但是你刚刚这样说的时候 我也有一点生气的情绪冒起来 那这个生气的情绪冒起来 可能是因为我过去 有一些不好的经验 那邓医师 我如果这么坦白的跟你说 我有生气你会不会介意啊 因为我很想好好地跟你沟通 你看我这里面就包含了 这三个要素 在乎情境表达感受 第三个表达自我 第三个就是关照他人 你看我这样表达的时候 对方听起来可能就会觉得好一点 因为你确实是关照我了 我觉得这也被提供了一个 能够去理解跟接纳你的情绪的 这样子的 我也被除备了这样子的状态 因为我的感受是先被尊重跟关心 所以是在表观 是 好 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 把这个记起来 我来请教方怡 所以看起来 你从很多学员实际的问题 跟他们 因为你自己也是这样 接触了萨提尔之后 觉得发生了改变 那一般在上课 或者说来求助的人当中 你觉得最常见到的 就是最困扰的问题 有哪些 我觉得最常听到的就是 我不喜欢父母以前这样对我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用那一招来对孩子 在亲子方面 对 很常听到 还有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选择的这个问题 比如像最近要过年了 有一些太太 她可能就会觉得 我想要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过年 但我不得不去做某一件事 或者是说 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想法跟困扰 我比较幸运我还好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是从 夏天就开始焦虑过年 真的真的 他们会觉得我没有选择啊 我就是身为一个媳妇 我必须得去做这一件事情 差不多大家现在也开始在焦虑这件事 差不多差不多 而且还有做年夜饭啊 还有家事啊 那在我们一直讲说 我们要爱自己爱自己 他们就会很疑惑说 那我在这一件事情上 我就是没选择 我怎么爱自己 这个真的非常常见 因为我们每次我谈这种议题 如果来宾讲一些好像 好像比较理想化的东西 下面就会有几个人很心碎 那心碎留言就会说 唱高调 我就是没有选择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看法 就是去找到自己的选择 我想第一个是 我先理解自己 为什么我现在这样选 我选择了配合先生 那这个选择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 只是我没有去看见他 比如说我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和谐 那我可以不这么做啊 其实我也可以很大啦啦的去革命啊 但我没有去革命 为什么呢 那一定有我身上很珍贵的资源 比如说我真的很很有毅力 我真的是一个很懂事 也很聪明的人 就在这里面去找到自己闪亮的地方 那也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我觉得在理解自己之后 就会更好的去应对 你要在这个地方去跟先生沟通也行 或者是继续支持你 原来这个选择也会比较有力量 在你这样述说的过程当中 你用了两次闪亮这个词 我很被打动 闪亮这个词对你而言 有特殊的意义跟感觉 你说要成为一个闪亮的妈妈 然后刚刚你的经验里面 要找到自己的闪亮 对因为老师最近一直在提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自带光芒 对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都觉得我们在黑洞里面 很暗然后看不见 那其实那个自带光芒 我们从小到大 不管是经历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 我们都捡到很多的资源 我身上可能就有幽默的资源 有忍耐的资源 有很多很多资源 那在萨铁模式里面 会教你怎么样把这些资源抓出来 然后再合适的事情拿出来运用 那就会 我很喜欢闪亮这个词 因为它本来就在我身上 只是我没看见 那一回头看 原来我这么多宝藏 我很喜欢找资源这件事情 请在说的时候老师一直在点头 其实我们在谈 就是你看我们很多时候 都在那个问题的表征上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冰山的上缘 那真正我们要谈的就是 你想要得到什么 通常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概都是要走到一个人的渴望 我举个例子 书里面也有的例子 小林她的这个公公婆婆 有一天 因为小林是外商退下来以后 她就从事那个代购 然后去做直播主 带货 那做得很好 她老公看她做得不错 她就下来帮她 然后帮她包货 帮她联系厂商 帮她这个 做一些后勤的工作 那公公婆婆 不错 可能不是滋味 我儿子当你的长公 对对对 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她就跟那个小林说 不要这么的风神 不要在镜头前面 要低调一点 那小林就 你看这个就是事情的表象 公公婆婆这样说的时候 小林过去都是跟她说 我不这样做不行啊 做直播的 哪有在低调的 我难道要说 我自己家的产品不好吗 所以我们在对话以后 才知道公公婆婆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什么 因为我的儿子 没有办法出头 是怎么会是我的媳妇出头呢 所以她希望我的儿子 能够出头 那我的儿子出头 公公婆婆能够得到什么 其实说到白 说到头来 最终都是连结他们的渴望 公公婆婆希望得到被关注 被认可 被有自我价值感 自我价值感 我养出了能干的儿子 所以我就问小林 那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她更有自我价值感一些 更被关注 更被认可多一些 我说老公出来做直播可能吗 她说我跟老公问过了 她不要啊 我说那你想想看 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公公婆婆也觉得有价值 公公婆婆出来做直播吗 请他们当妈豆 所以我们在说 人是自由的方法太多了 你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 现在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我能不能够挫败 我可以失败吗 我做了A这条路走不通 我可以接纳这个失败吗 当然我可以 那我就再尝试B 尝试C 尝试D咯 就这样而已 因为我是一个带有能量 自带光芒的人 我来挫败吧 所以你看小林 自己找到的方法 她后来在直播的时候 就公开的 就跟镜头前面的 她常常就这样说 今天谢谢我的老公 她帮我联系了什么厂商 还帮我们压了价 不是她的话 大家得不到这么好的产品 然后顺便谢谢她的公公婆婆 哎呀 我也要谢谢我公公婆婆 都是因为他们生了 这么好的一个儿子 然后他们还很支持我 她常常这样说 公公婆婆 后来就不跟她说这件事情了 因为我有价值啊 就通过她 不一定要把她压下去 变成儿子出来 他们也可以得到 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的 所以你看我们只要 连接一个人的渴望 那其实做法太多了 当然在这个 达到这个目标之前 可能我们会有 好多的失落挫败 很多人都说 我是不是不要抱有期待就好了 No 期待是一个自然 现在关键是你有期待 你可以有失落吗 很多人是允许期待 不允许失落的 如果我也可以允许我失落的话 剩下的就简单了 因为很多人 我觉得这也是环环相扣 如果以前的 每一次失败的经验 都那么样的可怕 人怎么敢去面对失落 所以最后我想要用 很短的时间问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不是需要一个导师 或者说像萨提尔的引导者 因为我有遇过一些个案 他们去接触了 萨提尔模式的课程 或是治疗的时候 都感到那种 很深层的被接住 而这个人 这种关系是他们以前没有的 自己的家庭 或成长经验里面没有的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去找到 一个老师 或者是咨询者 他才有办法进行这个成长 我们只会问一个问题 当你手上受伤了 你想要变好吗 如果你想要 你会找到方法的 因为萨提尔模式在讲的是 强调的是体验感 什么样的方式 念书 上线上课程 或直接进到工作坊里去体验 都可以 你找到一个 最适合的方式就好了 所以他真的 其实完全都是非常 站在那个人身体的立场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几乎问的所有的问题 这个感受都是非常一致 就是你跟你自己站在一起 而且所有的这个想法 都跟你站在一起 所以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这个内在黑洞 我还是想讲黑洞内在 真的 你越讲 我越觉得这看到黑洞里面 我们今天就在黑洞里面 发出了光芒 那么这本好书 推荐给大家 萨迪尔 内在黑洞 带你走过人生的困顿与自我和解 谢谢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本医师 谢谢 这是广告 大家喜欢内在黑洞这本书 可以到博客来来购买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更想深入的了解内在黑洞 其实我们有两场的新书分享会 第一场是在11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半到3点半 地点是在成品生活圆道店 地址是台中市西区公益路68号 也就是秦美成品绿圆道的三楼 第二场是12月9日星期六 2点半到4点半 是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 地址是高雄市前镇区新光路61号 请大家好好的把握 谢谢观看